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话题,什么时候给宝宝穿小内裤最合适?网上的答案千差万别,有人说越早越好,早穿小内裤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。 但是也有人说宝宝的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,过早穿的话会影响身体健康,其实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。 那么问题来了,到底什么给宝宝穿小内裤最适合呢? 其实,妈妈们不一定要执着于宝宝,什么时候穿小内裤好,当宝宝又以下这些行为的时候,妈妈就得赶紧帮宝宝穿上小内裤了。 一,宝宝具备了一定的憋疗能力,能保持纸尿裤,二到三小时的干爽。 当妈妈发现在给宝宝换上纸尿裤之后,人本一个小时就会被尿湿的纸尿裤,现在能够保持二到三小时干爽的话。 说明这时候宝宝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憋疗能力了,这时妈妈可以慢慢的给宝宝借掉纸尿裤了。 最好是在白天给宝宝穿上小内裤,晚上换上纸尿裤。 二,宝宝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,妈妈,我要尿尿了。 三,宝宝能够独立的坐在马桶上进行大小便。 在给宝宝进行如此训练后,当你发现没有你在旁边,宝宝也能够自己独立的坐在马桶上大小便,并且能够准确的表达想要尿尿的语言。 那么,别再犹豫了,赶紧给宝宝穿上小内裤吧。 宝宝穿小内裤是很容易被妈妈忽视的一件事情,所以很容易导致宝宝错过穿小内裤的最佳时机。 这对宝宝的生长发育和性启蒙都是不利的,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宝宝穿小内裤的话,那就记住我说的,当宝宝不再穿着尿裤的时候,就可以给宝宝穿小内裤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